您自己有做郭董副手这个准备吗 我在我的脸书都已经说过了 我不能背弃我自己的主人 亲自出面消灭谣言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参选后 一度传出副手锁定高精素媒 本人却是听都没听过 郭董有打电话给您吗 没有 就是都没有讯息上的联络 是 是第二天看到报纸才知道的 若要独立参选 9月13到17号登记日 副手就得一并出炉 但现在郭振营不仅副手还没谱 就连郭董是否准备好 也被打上了大问号 刚好遇到这个郭台铭 郭董的一个助理 但要跟他们交换名片的时候 却说这个名片现在 目前还不能交换 因为郭董还要谈 还要再跟柯文泽 要再跟侯友宜谈 郭董也应该要告诉大家 既然已经宣布要选总统 如果连名片都没有印 是还在考虑吗 郭台铭参选震撼弹 遭已只是促成在野整合的烟雾弹 不守诚信的骂声袭来 郭董矛头一转 那是谁让他再出来 6月过去了 7月过去了 他觉得第一个 侯市长的民调好像没有起来 到底在做什么 第二个 朱主席说的整合 根本没有进度 正式开战国民党 逼得国民党中央搬出党技大刀 挺郭的地方阵营 全都不敢轻举妄动 为了找出路 郭老板钱花下去 寻求公关公司 如果在10月中下旬 谈判成功 那11月2号 我们就不用送独立连署的送件了 挺郭人马老神在在 曾经想寻求国民党提名的郭台铭 如今和国民党却已经形同陌路 进行为李婷 林嘉倩 刘威廷 黄品汉 采访报导 他在军婚里 要不放 郭老板 我选择 判想